人们在圣诞节前大肆的血拼 那圣诞过后一样是疯狂的扫货 没错 说的正是节礼日 英国伦敦大逼的消费者 天还没有亮就前往购物商场大牌长龙 为的就是要买到折扣高达50%的便宜商品 排了两个小时半的队伍 我为什么 就是为了节礼日的大折扣 一度百多还没露出 市民就匆匆来到各大购物商场前 做最后冲刺 准备大肆血拼购买主义的商品 当中许多为人父母者趁机给孩子购置新物品 有的人甚至连明年的圣诞礼物也预早一年买好了 伦敦科的商场折扣高达半价 让许多人疯狂购物 不过科技热心悦意 许多人其实更倾向网络购物 如果另一半不安或不喜爱网络购物 那就不得不牺牲睡眠 加入长长的人聋了 尽管如此 受到经济不景气以及网购崛起的影响 经过今年圣诞节前的商品交易 相较以往呈现疲软状态 圣诞节后的节礼日 即使商家给予更高的折扣来吸引顾客 不过买气依旧不胜理想 主要购物街的礼品销售数量出现下降的趋势 而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下降 另外 经过零售研究机构斯林伯德的调查就显示 主要购物商圈的平均客流量截至下午4点 去年同比减少了3.1%